好,接著要跟各位開始真正教的電阻 電阻的定義叫做 通過單位電流所需要的電壓 公式寫作R等於I分之V I叫做電流,單位是安培 V叫做電壓,單位是福特 R叫做電阻,單位是歐姆 看公式,如果我要通過一安培的電流 需要一福特的電壓 這個時候我就稱之為電阻叫做一歐姆 通過一安培需要一福特叫做一歐姆 通過一安培需要兩福特叫做兩歐姆 通過兩安培才需要一福特就是二分之一歐姆 就是R等I分之V 這個叫做電阻的公式 正確地說叫做電阻的定義 通過單位電流所需要的電壓公式寫作R培 I分之V 單位,電流的單位叫安培 電壓單位叫福特 電阻的單位叫做歐姆 這都是要紀念古時候的一些偉大的科學家紀念歐姆 紀念福特、紀念安培的 就是都是一些科學家的名字 OK,請你記住這叫做電阻的定義 R等於I分之V R等於I分之V OK 好,記好 也就是我們算電阻的方法 那因為我們是這樣子定義的 所以我們國中是這樣子去算我們的電阻的 在現實生活裡面有所謂的三用電表 你把三用電表調到電阻的那個崗位 然後那兩個探針一放 你就能夠知道電阻有多大 可是我們在國中我們是用這樣子做的 就是我去量電壓 我去量電流 帶到R等於I分之V 然後得到我所需要的電子值 所以我就是要量電壓、量電流 於是你就要想到 我用什麼東西量電壓 我用什麼東西量電流 那又該要怎麼做 就是我等一下要問你的事情 那麼這個接法呢 有兩種接法 有人會問你說有何不同 你這個圖示啊 並連電阻量電壓 再串連那個安培器量電流 一種接法是 先去跟安培器串連量電流 再合起來去並連量電壓 因為現實中 東西都是有電阻的 都是有可能會消耗能量的 我們在算的時候假的大家都不會 但是它會 所以實際上會有點小差異 這有人這樣子問 暫時不理它 OK 這個想想 這個能夠理解 這樣做 好 那我就是量電壓、量電流 代進公式 代進定義R等於I分之V 算出我的電子 所以你就要記得 我們古時候教的事情 我要用什麼東西去量電壓 它要跟代測電路怎麼連 兩個一起回答我 兩個一起回答我 我用什麼東西量電壓 它要跟代測電路怎麼連 我剛才嘴巴上一念過 我剛才講的時候已經講過念過了 30號 30 怎麼連 請坐 我要用伏特劑量 它要跟代測電路並連 阿同理 我要電流用誰來量 我要怎麼連 這都是我剛才在講的過程中 都已經說過念過的事情 7-7 我用什麼量電流 你告訴我你不會 這樣不好吧 雖然一段還有三個禮拜 這種簡單背的事情 為什麼可以不會 請坐 我用什麼東西量電流 安培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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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怎麼連 串連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使用的第二步驟 第一步驟都一樣 是什麼步驟阿 使用的第一步驟都一樣 什麼步驟阿 帥哥 帥哥35 不在 不在 帥哥 34 第一步驟是什麼 請坐 請坐 我們的第一步驟是歸零 第二步驟就是要正確的接 正確的接 就是該串聯要串聯 該併聯要併聯 然後還有一個是 正要追誰 富要接誰 正要接什麼 富要接什麼 正要接什麼 富要接什麼 這是我講過簡單可是很愛考的事情 Number 4 4號 政階正 富皆富 請坐 我們要政階正 富皆富 同時要從什麼地方開始量 從哪裡開始量 23 23號 我們要從哪裡開始量 最大檔位 最大檔位 大陸說法要最大量成 開始量 就是我給你講過很簡單可是很愛考的事情 如何使用安培器跟浮射器 第一步驟要歸零 第二步驟要正確的接 正確接有兩個說法 第一個安培機要串聯 福特機要 併聯同時正要接正 富要接 富 然後從最大檔位開始 人家畫一張圖給你看 你要知道誰有接對誰有接錯 只有是有關於 我們一些店主的 他的公事啊 還有他的 我們怎麼樣去量 知道他的店主有多樣的方式 OK